作词 作曲 李宗盛 妈 您回来了 您怎么突然回来了 也不提前打声招呼 我们都没来得及 好好准备一下迎接您 我爸呢? 你爸还有工作要忙, 就不能回来替你打掩护了。 妈, 瞒着您结婚是我不对的, 但当时有很多紧急情况, 没来得及向您解释。 您放心, 现在我们过得很幸福。 还没来得及向您接受, 这位是…… 这位就是顾小姐吧? 阿姨好。 妈。 我要不是看新闻, 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我有了一位儿媳妇。 我们先去吃饭吧。 等等。 思辰从小就不吃山药。 这个你不知道吗? 你们结婚这么久了, 应该互相了解, 互相关心。 这么点小时候都搞不清楚, 任我怎么放心啊? 妈。 西西对这个山药, 进行了一些小小的改良。 对。 对。 西西这个孩子, 又用心又细心。 她对对思辰, 可不比你这个当妈的差。 来,光顾着聊天了。 菜都凉了。 快吃,快吃。 吃饭。 来。 来啊, 尝尝啊。 怎么了? 你觉得晚饭的时候表现得是不是不够好啊?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妈都已经被你搞懵了。 完全没法接招, 你没发现吗? 但是我还是想做得更好一点点。 其实我心里已经有一个小想法了。 就是不知道管不管用。 你就放心吧。 我妈就算要吃了你, 不是还有我挡在你前面吗? 真乖真乖。 你想, 我是她儿子。 我喜欢你, 她总会慢慢接受你的吧? 我知道你在家有些不适应。 这样。 明天我们到外面去约会。 所有的一切, 我来安排。 你, 只要负责, 漂漂亮亮的, 暗时出现。 给个机会吧, 尹太太。 那我就勉为其难, 答应你。 说到儿子, 我觉得我们生一个儿子怎么样。 好。 我也很喜欢。 走开。 走开。 揹手吧。 好好安。 让我们发现 정情。